第一板是做正方形的 那原始設定是這樣 可是因為它這樣字太遠了 跟我們實際上在教數字 譬如說70這樣是不太合適的 所以我們第二板 第二板就是改成是這樣子的 這是第二板 第二板就把它縮小 但這樣整個手指頭沒有辦法下去 小孩子會卡卡的 所以不是很好 然後第三板就是把它改成是長形的 這樣兩個字合起來 就比較符合現場狀況 但現在遇到問題是我們找圓形的字 找圓形的字 但是這個圓形在做凹面的時候 它這邊會變尖尖的 這邊會變尖尖的 這個對小朋友來說會刺傷 不是很舒服 所以後來就是把它改成全部 不管是內或外都是變成圓的 像這樣子 改成這樣的圓的 這樣比較安全 所以目前做出來是小朋友在學數字的時候 零任何自己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它就可以這樣去模擬那個字的使用狀況 把書空實體化 好 好 好 謝謝 谢谢